OK啊 那么再往下呢 是我们的Jungle啊 它提供的这个后台管理 后台管理的话 我们在第一天给大家简单说了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使用对吧 使用啊 第一步 本地化啊 语言还有时区的一个本地化 那么这一部分是改哪一个 Settings啊 我们给它改一下 找到Settings 这边呢有一个默认的吧 英文 我给它改中文Z下去啊 汉色 然后呢这个时间 Asia 然后呢上海 OK啊 那么这是我们的本地化啊 上面呢再往下呢 你就可以呢去创建这个超级的管理员 对吧 超级管理员我们创建一下啊 然后在这里面我先把这个停掉 直接呢是Python Manager 叫做Create SuperUser对吧 SuperUser OK 输入这个名字 那么这个名字呢 Admin 然后呢 我已经 我应该是之前在第二天的时候已经见过一个啊 叫做Admin啊 那么它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就在一个表里面 这个表在哪呢 你就在这个OtherUser里面啊 它已经存在一个 比如说我再建一个叫做Admin2 好 然后那么再来一个Admin2啊 At Adm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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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密码 关键的一个啊 OK 那么 然后呢 这是我们创业超级管理员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的注册模型类啊 你要让 你要想让江购呢 帮你生成哪些模型类对应的表的管理页面 你需要呢 去注册一下这个模型类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先写一个类啊 写一个地区类啊 让它跟我们的地区表对应起来 就在这里面 我们写这个地区类啊 就是class 写上一个 ErrorInfo 继承于Models.model啊 它呢 就是这个就是地区模型类 OK 那么它里面呢 有一个地区的标记啊 它地区的标记叫做Atitle 等于Models.Chairfield Myclass呢 等于这个20 好 这个呢 就是地区的名称 地区 名称 好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类呢 它是自身跟自身的建立一个关联 我们在这里面呢 要有一个自关联的属性 好 自关联属性 写上一个A Parent啊 那么通过谁 Models.谁 ForeignK 自关联呢 是一种特殊的 一对多 对吧 写上一个self啊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写上 允许为空 那么blank后台也允许为空 OK 然后那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地区模型类啊 那么像这个里面的表呢 在我们这边已经创建好了 就是它 就是它 DSA booktest 下面呢 error info errorinfo OK 那么就是它啊 我这个类呢 就是跟这个表对应的啊 我就没有必要再去签引了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把它注册一下啊 就在这里面找到admin里面 注册之前先把这个类导过来啊 from我们的 booktest de models 导入这个errorinfo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admin.site de regest 写上一个errorinfo啊 这里面就是注册 好 注册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就可以看了 我直接在这边呢 我们去刷新上这个页面 哎 这是不是我们注册这个类 对吧 那么你点进来 这个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都列出来了 对吧 好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外呢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比如说这里面默认显示的是这个东西 对吧 我要让它显示这个地区的名字 怎么办 好 好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过啊 这个呢 其实是他把表里面的每每行信息呢 查出来保存在一个errorinfo对象里面 对吧 他在这里面显示的时候呢 他是对这个对象呢 取一个stir 把这个对象呢 转换成字符串 哎 把它显示在这边 默认的话啊 就是显示一个errorinfo object啊 你要改变的话 你要改变的话 你需要在这个模型类里面去重写它的stir 方法啊 直接写上一个str 我们就直接写上一个returnself点 Atitle对吧 Atitle啊 这里面就重写它 我们在这边呢 我一刷新 好 它是不是就变了 对吧 这就是它啊 OK 那么 然后呢 这个页面啊 您注意这个页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类对应的表的它数据的一个列表页面啊 列表页面 好 除了这 然后呢 第一天呢 我们是只是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个列表页 它的一个基本的操作啊 基本操作 好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列表页上面有哪些选项呢 可以让我们去控制这个页面显示的内容啊 显示的内容 OK 那么这一步呢 就涉及到我们的自定义这个模型管理类啊 自定义管理类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在这边自定一下啊 直接在这个admin里面 我们要自定一个模型管理类 叫class 我就叫到 error info admin 然后继承以admin 点model admin啊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模型管理类啊 好 那么 里面先写一个空啊 我们先什么都不写啊 什么都不写 好 下面啊 我们要先给大家去 看一下这个内容 对吧 你看一下这个一页上面内容是不是有这么多条 对吧 它多我要往下翻才能看到啊 比如说我想让它页面上 每一页呢 只显示少一点 只显示十条怎么做啊 这里面定义完这个管理类之后 它里面呢 有一个属性啊 这属性呢 叫做list per 配置啊 通过它 哎 你指定这个每一页显示多少条 比如说我写一个十 哎 就是指定啊 每一页 哎 那么 显示 十条 十条数据啊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定义完之后 对吧 我们要在注册这个模型类的时候 我们要在后面给它加一个参数 直接写上对应的管理类 error info admin 哎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直接呢 去做一个刷新 你就会看到每一页呢 就是 十条啊 哎 这是我们这个属性啊 list per page 控制这个列表页上的数据 每一页呢 显示多少条啊 每页显示多少条 OK 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呢 就是啊 在我们这个 里面呢 我们第一天给大家讲过 比如说我要显示这个 哎 地区的名称 对吧 地区的ID 还有地区的名称 我要怎么做 哎 有一个属性对吧 叫做 list 下方线 display 然后里面写上对应的名字 写上一个ID 然后呢 这里面再写上一个 A title 对吧 哎 写上A title啊 我们在这边呢 你在这里面 你一刷新 是不是ID和A title 对吧 那么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啊 这个 list display里面 你不光可以写这个 类的 模型类的属性啊 不光写这个模型类的属性 你还可以写它的 方法啊 你还可以写它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给大家在这个模型类里面 我可以定义一个方法啊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方法 叫define 叫做title title呢 写上个self 它的作用呢 我就 我就让它返回这个 当前地区的标 标题 就是也是returnself DN A title 那么你在这个list display里面呢 你就可以直接写上这个方法的 名字啊 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直接写上一个 title 然后我们下面呢 在这边 你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是不是一样 对吧 那么这个title呢 它也对应一列啊 这一列的值呢 就是你这个方法的 返回值 返回到返回值 OK啊 那么 这这个啊 就是list display里面 不光可以写这个模型类的属性 也可以写它的方法 那么 上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这个页面 你看到这里面 ID和A title 看到没有 一上去是不是可以点 对吧 你点的话 它会进行一个排序啊 它会进行一个排序 它会进行一个排序啊 你看它的排序 是不是从小到大的 对吧 它会进行一个排序啊 但是这两列呢 这两列呢 是两个类属性对应的列啊 但是你一到这个方法 对应的列上面 你看到 是不是点不了 那假如说你想让它也能点怎么做啊 给找到你的modus 给你这个方法呢 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叫做title啊 点admin orderfield啊 就指定啊 我让它能够点击进行排序 对吧 排序呢 是依赖于什么进行排序的啊 根据什么进行排序的 比如说我要让它根据这个 哎 哎 地区的名称进行排序 我就可以写上一个 A title啊 Atitle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你在这边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哎 我们再移到上面 看到是不是能点了 我现在一点 它就是根据这个地区的标题进行排序 那你如果想让它根据ID对吧 你就在这边写一个 ID啊 OK 哎 这是它 然后啊 再往下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哎 这一列的这个列标题 哎 它是不是这个方法名大写 它是一个英文 对吧 假如说 我想让它指定一个中文怎么做啊 我给它指定这个标题的名字 不让它使用默认的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也是啊 给这个title 哎 增加一个属性叫做short啊 short 哎 哎 description啊 short description 然后呢 指定一个名字 哎 比如说我就叫做地区 名称啊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边 你写完之后 我们下面呢 在这边直接的去刷新 哎 看不看到这个名字变了 啊 没有 哎 这就是啊 哎 这个呢 叫做指定这个方法对应的列 它的一个排序的字段啊 根据哪个字段进行排序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呢 是指定这个方法对应的列的一个列的标题啊 标题啊 那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面再给大家说这两个 这两列是不是它是呢 哎 我们的属性对应的列 对吧 比如说啊 这一列 这个列标题现在是属性 手字某大写 对吧 我要指定它的名字啊 这个名字怎么写 哎 比如说我要指定它呢 是这个 哎 名称 就是名称啊 怎么做啊 这个时候 你要在这里面 哎 直接在这个模型类里面 给它加上一个参数 哎 这个参数呢 叫做 verbals name啊 name 然后给它指定一个中文标题 比如说我就写上一个标题吧 哎 写上个标题啊 然后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直接的去刷新 哎 你看到这边是不是变了 对吧 哎 这里面就是verbals name啊 这样几个东西 OK啊 那么 这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些简单的控制啊 下面我们要再给大家说的就是 你在这里呢 你会看到这个 哎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动作 有一个下达列表框对吧 下列表框呢 你可以选择哎 然后执行删除 删除一些数据对吧 那么这个呢 下列表框是在上面啊 假如说你想让它下面也有一个啊 怎么做 那么这里面 在我们的管理位里面有一个属性 哎 这个属性呢 叫做 actions on bottom 哎 给它写一个 去 写完出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去刷新这个页面 你就会看到下面呢 也有一个 一样的啊 下列表框啊 那么这是这个 actions on bottom啊 然后 比如说我想让上面这个没有 那么你就可以呢 这里面有个选项就到 actions on top 给它指定一个 false啊 它就没了 啊 它就没了啊 OK 它就没了啊 那么这两个选项啊 然后比如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过滤栏啊 还可以在页面的右侧 还可以有一个过滤栏 那么这个是怎么写呢 这里面有个叫做list啊 filter啊 然后你要指定根据哪些数据呢 进行过滤 比如说我要指定根据这个标题过滤啊 我就可以写一个列表 注意它 它是一个列表 你可以写多个过滤的字段啊 我直接写一个写上一个title 这个呢 控制的就是页面右侧啊 就列表页右侧的过滤栏啊 列表页右侧 那么过滤栏啊 过滤栏 然后呢 我们写完之后 你在这边你可以呢 直接去刷新 你看到这边呢 就多了这样一个过滤栏 对吧 以什么过滤 以标题进行过滤啊 你点击某一个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呢 给你过滤出来 那么点击全部呢 就是所有啊 就是以标题进行过滤 好 这是这个过滤栏 然后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 这个后台的增栅 改 它没有插 插 怎么做啊 我们要在这个页面上方 给我显示出这样一个搜索框 那么这个怎么做啊 叫做 30 30 fields啊 然后你要指定根据哪些东西进行搜索 对吧 也是一个列表 比如说我要根据这个标题进行搜索 就写上一个A title啊 它呢 就是这个列表页上方的搜索了搜索框啊 列表页 那么上方的搜索框 好 那么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的去刷新 看到这边有个搜索框啊 你可以在这边去搜索数据 它呢 就是根据这个标题进行搜索 比如说搜索一个广 我就写点击这里面的搜索 它就会把所有的标题为广的地区呢 都能给我搜索出来啊 搜索出来 OK 这是这个搜索啊 那么 你注意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 模型类对应的这个数据 它的列表页上面的一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呢 我们说之前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 讲义上面 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 讲义上面啊 这边都有 就是列表页的一个选项 那么这个选项呢 你也不需要去记啊 你只需要跟着 下去之后 跟着我们这个东西做一遍就可以了啊 它呢 就是控制你每一页显示多少条 那么再往下呢 这里面呢 就是你操作选项的一个位置 对吧 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 你可以通过这个 Actions on top 或者是Actions on bottom 控制它在哪个地方 然后 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列表页中的列 这个列呢 是通过这个ListDisplay 这个属性来指定的 这个列呢 你要注意 它可能是这个 模型类的字段 也可能是模型类的方法 模型类的方法 好 那么 方法的时候呢 默认啊 方法对应的这个列呢 是不能排序的啊 你想让它进行排序 你需要给你这个方法呢 去增加一个 Admin Adfield 然后给它指定 我要根据模型类的 哪个字段呢 进行排序 好 那么 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 模型类 方法对应的这个列的列标题 怎么指定 怎么指定啊 是直接给你这个方法名 增加一个属性 叫做ShotDescription 然后呢 给它指定这个列标题 列标题啊 OK 那么 至于这些属性对应的列 它的这个标题怎么指定啊 我们说是直接在模型类 类属性的前面 给它加一个属性 叫做Verbars Name 指定它的一个标题 一个标题啊 OK 那么 再往下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啊 我们现在没讲到 就是 你在这个页面上呢 比如说我要在这个页面上啊 我要显示出它的复级地区的标题 我没有办法直接去访问啊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定义一个方法啊 返回当前地区 复级地区的标题 那么 这个的话 比如我在这里面定一个啊 我们在这里面我就在下面定一个叫做Define 叫做Parent Self 那么我让它返回这个当前地区复级地区的标题就是 Return Self 点 A Parent啊 这就是它的复级地区 返回它复级地区的标题呢 就是返回A Parent的A Title啊 那么这样的话 在我们去注册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这边呢 Admin里面 我再加一个 加上一个 Parent啊 加上一个叫Parent 写上这个方法的名字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要 指定它的这个 列标题 我就写上一个Parent D Shot Description啊 好 等于这个 复级地区 复级地区 名称 好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开始呢 去看一下啊 直接呢 去刷新这个页面 好 这里面给你报一个错啊 给你报一个错啊 那么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先回到这个上面 点击这个Aerlinfo 哎 你看到啊 我点到 现在我进来之后 点到这里面 是不是没有错 对吧 第二页 哎 看到这里面出了一个错啊 报了这个错 No type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a title 那么这个错误呢 就是跟你说 No 哎 这种对象呢 对吧 No 没有这个A title 这个属性啊 那么这个错误出在哪里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看到 我们说 这里面是直接return Self .apparent.at title 省级地区 它有没有上 副级地区 没有 没有它是no啊 那当我们点 点击这个页面 你点击到这个 没有上级地区的 这个时候呢 它的副级地区 它是no 你在no.at title 它就给你报了这样一个错误 就是告诉你 no object 没有这个 A title啊 那么怎么做 就是在这里面 你要做一个判断啊 如果 这个 self 点 A parent 对吧 我先判断 is now的话 如果它是now的话 我就直接给它返回一个 空 然后呢 否则的话 我再给它返回这个标题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你看到啊 它就不会有这个 错误了啊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就直接可以刷新 你看到这里面 是不是这个 复级地区没有 对吧 然后你再点啊 这里面都有 OK 它呢 就不会出现 我们所说的这个 错误了啊 这里面就是这个 访问啊 在页面上呢 显示关联对象的属性 或者方法啊 这部分呢 你可以在模型里面 去封装一个方法 返回复级地区的 标题 标题 OK 那么然后下面的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 过滤过滤器 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搜索框啊 搜索框 好 那么这一个啊 你注意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模型类 对应的 列表页上面的 一些选项啊 一些选项 好